剛才剛亮監視器鏡頭前 卻跑出一個人影 移動身體時 還刻意避開鏡頭拍到臉部 接著直接用手 移開監視器的角度 幾分鐘後又跑到隔壁的鐵門 似乎用了工具 輕輕鬆鬆馬上打開門 但他不是住戶 而是一名竊賊 站在為晚上犯案行動做準備 這地點在台北市東湖 附近是高級住宅區 學校也在一旁 算是學區 離捷運站也不遠 這回被害人整家南下奔丧 卻似乎早被掌握行蹤 10號清晨5點多 家中的監視器APP 跳出通知偵測到移動 當時屋主不以為意 但其實嫌犯趁這時間 勘查地形將近兩小時 晚上9點直接來犯案 拔掉監視器的電源 這時APP跳出中斷連線 這才發覺了不對勁 趕緊搭高鐵北上 卻發現紗窗鐵門 都有被動過的跡象 隨機回到現場 這個社區是沒有管理員看管的 但是他的大門 卻是像這樣子敞開的 任何人都可以進出 似乎也讓這名竊賊有機可乘 台幣和外幣 就被偷走大約15萬元 加上伊克拉的專階也不翼而飛 總共損失大約40萬 而警方互報後 丟業監視器發現就是這名男子 犯案後獨自徒步離開 就是手上拿的小包包 疑似救世裝著髒物 犯案在一週之後 警方還在繼續掌握行蹤 恐怕在落網前 住戶也無法放心 TV新聞 黃金國在賣台 有報導